新冠肺炎疫情延烧的期间 国立台东大学除了加强卫教的宣导 校长曾耀明还提供了独门的防疫汤配方 并且由学校厨房熬煮提供学生来饮用 期盼借由葱、姜、蒜以及红糖熬制成的防疫汤 来增加学生的免疫力 掀开锅盖不时翻轿 浓浓香气与白烟扑面而来 以大量葱、姜、蒜以及红糖熬煮超过一个多小时 这是由国立台东大学校长曾耀明 为提升学子的免疫力所提供的独门配方 同时也被命名为防疫汤 校方指出 蒜头具有强大的杀菌作用 助于排毒清肠 姜则能促进血液循环达到驱寒之效 学校与宿舍以及学生餐厅内每周提供一次 让学生饮用后促使学生具备足够的能量 那姜的部分它可以活化我们的肠胃道 然后让我们可以增强免疫力比较不会感冒 那红糖的部分呢 它有丰富的矿物质跟维生素 而且很容易让人体吸收 那在熬煮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是先把姜放进去熬煮 至少一个钟头之后 然后再熬蒜头跟蒜头的部分 然后最后面再把红糖给放进去 对于防疫汤的口味 有的学生表示不排斥 也有学生表示后续将以相同的配方自行烹调 加了红糖的姜茶一样 喝了之后会微微的发汗 我觉得蛮好的这种活动 而且可以就是增进同学之间 参与学校的机会 然后它可以提升那个学生的免疫力 因为宿舍也都有电锅 所以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在宿舍料理 校方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初加强卫教宣道 并配合政府规定针对学生生活辅导 课外活动的相关防疫措施 校方同时也期盼 藉由提供防疫汤 保护校园失神的健康 记者江碧任 台东市报道 师يف寻 部ophile 眼前